大家好,我是Hidy 不要太悶,我知道我還沒換衣服 但因為這件衣服是我想一開始先介紹的 所以一會很快就會換了 今天就繼續分享我這個6月淘寶開箱 有人會評論我的開箱這個字 我明白的,可能你會覺得開箱是買完一大批東西 立即拆開,立即介紹才叫開箱 因為我之前都用過這個方法去介紹 但我自己有朋友看完 那個feedback就會覺得有點浪費時間 不斷看我拆東西 所以我自己改良了方案 每個月我自己買了的淘寶 會組成介紹給大家一些值得推介 我喜歡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高質的貨物 所以不要緊的,沒所謂的 我改名,我們就叫做6月淘寶推介下集好嗎?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就看下去吧 一開始就想說這件衣服 其實這件衣服呢 我自己是超級無敵,無敵,喜歡的 我想大家如果眼裡和經常看我的影片的話 昨天那條影片我穿著這件衣服說 其實因為同一日拍的 之前應該好像有一條影片都應該穿著這件衣服 實在是太舒服了 我覺得 所以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我上個星期忘記了說的一件衣服 這樣看它是一件很普通的白色T恤 但它有一個小小的細節位,我又要轉身了 這個背部是做了一個蝴蝶結的設計 我自己覺得是蠻特別的 然後它做了一個比較短身的設計 比較寬鬆 然後這裡做了一個小小的開叉 我真的覺得這個衣服的質地很好穿 它不是那種滑滑滑的面 它...怎麼說呢? 總之就是我覺得挺舒服 不會焗身的一個設計 我有多喜歡這件衣服 等我一會兒 我喜歡它的程度是 我買了它的綠色 它綠色的話 後面的蝴蝶結就會是黑白格子的 我覺得這隻綠色很特別的 它不是那種青BB的樹葉綠 又不是蜜綠 又不是蜜綠 又不是非常鎮 它這隻顏色不會令我很顯黑 或者很顯黃 反而如果你是一個白的女生的話 比起穿這件白色 我覺得這件綠色會更顯白 所以... 超喜歡這件衣服 我真的... 我到現在都不明白 為什麼我上個星期要介紹的時候 完全忘記了它 好了,我回來了 今天其實就沒什麼說衣服的了 只有剛才那件的 今天會主要講衣服的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看 這副太陽眼鏡 我自己是覺得蠻喜歡的 因為我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做了一個毛邊的切角面 它就不會有那些框框在這裡 整個是同一體的感覺 然後它帶了上去之後 其實都蠻顯得臉不是很大的 我覺得都蠻OK的 但是你要留意一件事 就是如果你跟我一樣都沒有鼻樑的話 它是會有一點點線的 但是我覺得帶了上去的效果都不錯的 都不算好像蠻人的 而且我覺得它放在頭頂的效果 都是很好的 很度假 然後很旅客的感覺 這副太陽眼鏡 我就在淘寶的queen shop買 它是一個台灣牌子 也是他們的官方淘寶店 所以我都不怕覺得它不防UV 我覺得它是OK的 就是說如果你超慢太陽的話 都最好是用一些知名品牌 或者在眼鏡店買的太陽眼鏡 但是如果正常來用 都不怕會傷眼的 因為我都相信這個品牌 但是大家如果買一些比較雜賓 不知道是什麼店鋪的話 就真的當它是一個衣服 這樣戴就會比較好一點 之後想分享的一件事 大家不要笑我 我的笑女心 都不是笑女 我的小女孩心爆發的一件事 我真的覺得很有趣 你們不要笑我 我就是買了一個這樣的斜背包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自己會買了 我男朋友是反了我眼很久 這件事 我背了之後這個袋就會是這樣的 我覺得超可愛 為什麼要反了我白眼而已 明明它很有趣 它是一個公仔袋 裡面其實不小的 它可以放很多東西 可以放到我的銀包 電話 充電器 線 紙巾 補妝的用品 還有我的相機都可以放在 不要笑它 它真的超級無地可愛 我也知道大家可能 沒有我這麼重口味 但是我也很想分享給大家 如果你想走這個QQ路線的話 有時候可能也可以買這些 小售袋給自己 不要理你男朋友的反白眼目光 好了 我瘋完了 我想再說一件正經一點的事情 就是同一間店買的 就是一個小格子的卡住 這個小格子的卡住 我覺得它是密超所值到爆炸 它好像是兩個白人仔 神經病 裡面就是用來放了我上班的拍卡 其實我是用來上班用的 錢是我老闆的錢 它裡面有一個格子可以用來放到紙幣 然後這裡可以放到散紙 這個散紙位 這個散紙位有點廢 因為我想可以放到兩個兩元錢 就應該結束了 關於卡住這件事 其實我曾經都很想買一個 很有衝動去買一個 Chanel的卡住 但在這個幾千元和兩個白之後的選擇 我就選擇了兩個白 我不是說Chanel的不好 但是 我又覺得我個人這麼粗魯 用一些便宜的東西 就好像比較配搭我自己 所以我最後沒有買到Chanel的 就買了這個 我真的覺得它很好用 它的質地是彌濃的 完全不怕自己刮花 如果我買了Chanel的時候 我就要小心翼翼 又要怕指甲刮到它 又要怕指甲刮到它 但我現在這個任刮的 所以我覺得很好用 超級推介這個 兩個白的卡住 之後就想說一個 我本身好像沒有計劃說的 但因為同一間店買 我就順便說 就是這個Minion的環保袋 它就說是日本雜誌送的禮物 我沒有記錯這個是21人 我裡面是超級暖的 因為我平時上班就是用這個袋 然後你會看到它超細緻 它裡面也會有這些Minion的圖案 還有它會有這個梨在裡面 它的尺寸是絕對放得下 A4尺寸的 所以我上班就很方便 它的容量不需要說 它是大到爆炸 裡面是亂到爆炸 什麼都放進去 我覺得這個袋也蠻好用的 而且它很可愛又不會太低能 那就很配合我這個性格了 我極速說完那幾個袋子之後 就想跟大家介紹兩個衣服 就是我上個星期的影片戴的 然後也有朋友問的 就是我手上這對的耳環 你看到超級美麗 它也是不需要5元就買到的了 這對耳環很容易配襯到一個很隨便的衣服 或者是一些民族風的衣服都會很配襯的 所以說大家真的很細心地留意我 你們細心到我上個星期那一盞燈沒有電 都會發現到 我覺得你們超級厲害 所以我現在很擔心 我後面會不會有什麼雜物 讓你們看到 而另一個衣服 沒有人問的 但我死都要說 就是這個大象的鏈咀 它是金色的 我不知道現在反光會不會變成銀色 我覺得它也是一個很可愛的選擇 它的長度就會在鎖骨的位置 如果你有興趣知道的話 可以看看我上個星期的淘寶片 我已經戴了它 我真的很喜歡 夏天很喜歡帶一些動物型 很可愛型的東西 不知道什麼事 發瘋了 所以如果大家都是跟我一樣 會喜歡動物型 小小的東西 又不想經常都心心 星星 寫 都可以有這個選擇 然後想介紹兩雙鞋 第一雙是這一雙 現在很多人會穿 一穿下去就可以走 這雙鞋有一點搶 大約是2.5cm高 這雙鞋穿下去很好穿 我不會脫鞋的 這雙鞋穿下去 這雙鞋很軟 它完全不刮腳 這雙鞋做了方透之後很斯文 所以我經常上班都會穿這種鞋 很方便 穿下去就可以走 這雙鞋 這雙鞋穿闊腳褲 非常好看 我一開始買它回來的時候 味道一拆合都很厲害 但是我現在穿了這麼久之後 又覺得沒有什麼 就沒有了一股味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買這種鞋 這雙鞋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而另一雙鞋 最近買的就是一雙涼鞋 這雙涼鞋有兩種穿法 要不就這樣穿下去 而另一種的穿法就是 你這樣分開它 這樣穿下去 就可以頂住你的後肘 這雙鞋就不會那麼容易掉 而且它的底部 其實我覺得都蠻舒服的 因為它不是那種很奇怪的紙皮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淘寶買的中服 買了一些紙皮鞋 走兩步 然後紙皮會溶的 如果下雨 但是這一雙就不會 它依然是膠膠的 至少不是紙皮 而且它是$23人民幣 大概這個價錢 不會貴過$26 我記得 我真的覺得蠻好穿的 它有幾種顏色的 有黑色 米白色和粉紅色 本身是想買米白色 我也認同米白色會比較漂亮 但是因為我家已經有白色的涼鞋 所以我就買了粉紅色 粉紅色的話 其實也不會顯得我很黑 我最近去了沙灘 如果你有看我的IG story 我浪費到超黑 現在整個有崩妹 印尼妹 所以你會看到 穿下去都可以的 會顯得我超黑 但是如果你問我 我會喜歡米白色的那雙會比較多 而且這一雙夠闊 你就不會担心走走走走 我穿了這麼多次 都還會覺得很溫爭 因為這一扇 如果它是走走走走 很困難 所以我覺得這雙鞋 都可以相信過 我這個6月淘寶推介的下集 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看我的淘寶影片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Bye Bye